1997年上海环球中心开始动工 但是刚刚打完地基就发生了意外 在这一年亚洲的经济崩溃 办公楼没人来租空置率飙升 投资者赚不到钱 再加上金融市场崩盘 也导致了日本的金融体系瘫痪 几位投资者相继撤资 火热的工程被泼了一盘冷水 只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大坑 这个大坑一流就是六年 到了2003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 上海中心大厦又被重新主资 这项伟大的工程又将继续建造 但是这次的等待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已经痛失全球低高楼的头衔 2004年台北101大楼 以508米的高度 打败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为了与101大厦匹敌 不得不增加了大楼的高度 从460米提升到了492米 但是建好的地基只能承受 460米建筑的重量 要是再加上额外的重量 恐怕难以支撑 而且当时我国刚刚深奥成功 这栋大楼必须在08年以前完工 工期也是十分的紧张 所以设计师将这栋大楼重新设计 让101层的大楼 以一系列12层的小楼层层叠起 施工更加的简单快捷 又采用了魔术设计和悬壁横角 这种设计大量减少了钢材的需求 能够使大楼更大更高更轻盈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